所以現在廣播OK嗎? 好,坐吧 謝謝老師今天介紹安靜唷 很辛苦啦,各位去學這麼晚的時間來上課 好,我這邊要介紹公民客氣這個議題的話 先大概聊天說 有些人一直會覺得公民客氣這件事情好像是一個很堅正的東西 或者是說可能腦子裡面就開始浮現那個任務之類的影響 那我這邊還是要講這個點說 公民客氣它其實還是在於說它必須是 科技它只是工具 它只是說去滿足你作為一個公民 它可能需要做一些任務這樣子 好,我先講一下我怎麼開始 就是在太陽化學運那一個時間點之前 其實我一直會覺得說好像自己先住在一個 道道地地的民主國家 那民主國家大家就會想說 其實人民可以有發表意見的權益 或者是做抗爭或什麼 那種都會覺得很直覺的東西 但是後來發現在太陽化學運那一個時間 會發現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警察 他是可能就是直接用暴力的方式去強力去主在抗爭的民眾 這就是那時候的畫面 就是說其實在那一個時間點就會覺得說 欸,開始在做一個反思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待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為什麼在這個國家裡面的一些民主的 就跟我們想像中的民主好像有一些差距 那那時候其實大家就是常常會狼狼上口了一句 就是說你如果不關係政治 其實你最後就是被糟糕的人控制 啊,這當然誰講的其實已經不確定了 他只是會覺得說 好像就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民主這件事情 他是要去做爭取的 他是要想辦法去做監督的 而不是只有選票 而不是說只有像過各自的生活這樣子 可是我當然知道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的生活已經這麼忙了 那我們如何還要去過額外的時間去關心政治 那我這邊就是差點就會去先聊其他的故事 那要講一個老婆重要的故事 那有人看到這個畫面會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這是什麼 這真的不是原因不斷 對 剛剛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登革熱快篩 快篩你會發現說他中間的那個 有一個紅線 是呈現一條線的 那就表示快篩 又表示已經中登革熱 那這是我老婆在我2014年生那時候 就確診 確診登革熱 那其實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全家都有類似的狀況 但是只有我老婆那邊是確定快篩有過 有出現症狀 但是我們其實全家都有發燒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開始 那就會開始擔心說 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狀況 甚至有 因為那時候 其實在2015的登革熱 他有非常多的人死亡 死亡了之後 就是我們其實也會擔心說 我已經有類似的症狀 那我其實會擔心說 類似的症狀會不會到自己身上 或者自己身邊的人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 就是我住在泰南市北區 那時候就是2015 到登革熱疫情的搖滾區 搖滾區就是最多人 最多的病例出現在泰南市北區 那其實那時候 即使說這樣子 其實你要往旁邊逃啊 中西區啊 永康南南 其實都非常多的病例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生活的周遭 開始變得很緊張 大家都會想說 會不會下一個就是我這樣子 那那時候的生活就像這樣子 那時候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去吃個早餐 發現附近開始在噴咬 然後去吃中餐的時候 還是在噴咬 然後下午出去散哥 不可能帶小朋友去個公園 發現隔壁也在噴咬 那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會收到一個通知單 說不好意思 你家明天要噴咬 請你把你家整理好 對類似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 你會發現說 欸 為什麼會突然好像 像災民一樣 當然 我們的選擇可能 在當下的時候 你其實你不去做些什麼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恐慌 就是覺得說 欸 你真的好像 不知道能夠改變些什麼 也會擔心說 下一個人就會自己會身邊的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好像 是我們住的地方 鄰近大概可能100公尺內 大概就有死亡的案例傳出 然後我們就是其實會有點擔心這樣 那 那 那不要做以賴幣的話 因為我自己本身 雖然是在持續背景 那我就想到說 我是不是可以運用我自己熟悉的工具 然後做些什麼 那那時候在2014的時候 其實高雄的登革熱疫情 就已經有爆發過一次了 所以那時候有些網友 他已經製作了一個叫高雄登革熱地圖 但是因為那時候他的高雄登革熱地圖 他只有針對鄉鎮市區 因為什麼 因為你資料只有開放到鄉鎮市區 那其實他們做圖 製作圖呈現的話 他就只能做到鄉鎮市區 那我這邊就是開始去看 就是說因為你自己身邊的人這種 登革熱 你應該說整個環境裡面 大家都在討論登革熱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不去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就去看衛生局的資料 衛生局的資料就長得像這樣子 他是怎樣 就是他會列出每個樽裡 然後在哪個時間點 可能有最後一次發生病例的日期 以及說結束一管的日期 但是他是一個Excel 而且他是一個人工維護的Excel 這裡也聊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說就是因為持續在關注這一份資料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說 他其實有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在那個時間點 他就是把 因為他這一份資料 跟他民眾個資的那一份資料 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以為把某些欄會隱藏起來 別人就看不到 但是因為我們是透過程式去處理這份資料 所以我們發現說他其實有帶出了病人的個資 所以我們後來有通知他他才去置換 就是說這也其實呈現一個說 在資訊出廊落差的問題 就是大家其實對那一種 他以為他只要隱藏 或者只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看不到這樣子 會有這樣一個錯覺存在 那在那時候其實也因為 持續有在關注說 可能開放資料相關的一體 所以我知道說在村裡界 村裡界就是 他是一個地理普資 他就是把所有村裡的範圍 以share file的方式四處 那我那時候知道有這樣的圖 所以我那時候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全部都拼起來 我拼起來的是說我透過程式 他去把那個Excel檔下來 下載下來 然後去把人工處理的部分拆開來 變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料 然後去跟剛剛提到的那個村裡界圖做連結 連結起來之後 我把它全部都放在地圖上 地圖上呈現 然後你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如果你們在螢幕上看會比較清楚 它就是黑色的部分 就是病例數最高的地方 然後我透過這個地圖 想要呈現說 OK其實目前疫情哪些地方比較嚴重 那你如果說在那些地方的時候自己要注意 或者甚至說 你是不是可以避免去那些地方 像在過去在北區那裡的時候 他就剛好是在一個市場的周遭 那個市場周遭其實可能比較髒亂 那其實我們後來有這樣的資訊之後 我們就盡可能的避免去那樣的市場這樣子 這個地圖 你把它往下滑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病例數增長 一般是說9月的地方 它其實數字飆的還蠻快 然後因為那時候算是 就到其實高雄這個地圖 那時候做因為在2014的時候 他病例數還沒有非常高 到了2015他的病例數 因為最高好像飆到4萬多個病例 然後所以說這件事情非常被關注 然後我做了這個地圖之後 就是有些記者就來問我說可不可以引用 或者說甚至在官方那邊也覺得說 這樣的地圖他們可能比較有參考性 就是你比較知道什麼狀況這樣 所以那時候有上很多的新聞 就是很多的新聞有把它爆出來 爆出來之後當然它就產生一個發酵 就是說我自己做的可能就是埋頭骨幹 就是一個人把一個地圖做出來的樣子 但是它其實上了新聞 或者說資訊傳播出去之後 它就產生一些發酵 這個就是因為我通常就是說 因為我的地圖 我是把所有原子碼都開放的 所以說任何人都可以拿到我的程式碼 然後把它改 就是可能你改接不同的資料 可能改做什麼樣的方式 所以說就有開始有人把病名文指數的資料 接進來這個地圖 以及說它可能再透過更複雜的運算 去運算說那個人密度 或者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他們可能他們有自己的 這有可能會限制到說 像有些它可能是在公部門內部 有些它可能是學有專精 就是說它其實本身就在研究流行病學 那它可能就會帶一些它本身領域的資訊出來 就是說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大概就只能在我自己領域去想辦法做 那我們就想說這都是一個一個的坑 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說很多時候 你無法預期說做了會產生什麼的 就是說我們在製作這個地圖的當下 其實我只是想要表達說我關心這件事情 我也想要知道這些資訊 那最後後來發現說 其實做了很多人在關心他媽的事情 然後很多人關心他媽的事情 有些也學有專精的人 他就開始做一些延伸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當社會出去的時候我就開始就是說 其實我在處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有遇到一些問題 我就講說那個資料品質的問題 以及說它可能範圍涵蓋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你剛剛看 你不要看那個地圖這樣子呈現 它其實最難的地方是把那個Excel轉成資料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人工處理 人工處理的時候它有非常多的雜訊 那你最後發現有些東西 你只能想辦法人工一個一個Mapping這樣子 而且Mapping完了之後 你發現下一個版本 因為換一個人做了 那個裡面的字就全部都亂掉了 就全部都再做一次 所以說它其實花非常非常多的工夫 都在整理那些資料 那我就在新聞報導的時候 我就去提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你這些東西照理講 從系統裡面直接出來的資料交易 為什麼你還要經過人工 就是人工進過去再去處理這樣子 那就是外殼嘛 就有一個理應 就是理應外殼嘛 就是它其實後來在衛福部內部 就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變成說也關注這個議題 也發現說我們這邊提到的問題 所以說他就想辦法把我們 就是需求跟供給端去把它串起來 要把它串起來的話 那就是提供一些意見 然後就是想辦法call一些meeting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 疾管署直接釋出全國的資料 以前在疾管署的那些資料 他其實第一個 他只給地方的衛生局 然後所以說衛生局才會需要人工處理 去產生那個excel 為什麼那個excel是要給長官看 那但是其實對我們在處理資料的人來說 你可以有那個系統的資料出來是最好的 所以說喜歡署他在四處全國資料之後 我就把原本只針對台南的部分 延伸到全國 就是說我這個地圖 我開始可以放全國的資料 因為我不需要再做剛剛講那個 最複雜的人工處理的部分 所以他因為地圖的圖態 就是程式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把它套起來 再來就是甚至疾管署他把整個病例的資料 就是說他當然不是把病例住家的那個點位釋出 他是透過統計區的方式去告訴你說 這個統計區那個點他是接近這個病例的 以這樣的方式那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說他病例分佈的狀況 這當然他主要是有助於說我們做一些額外的分歧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學這個領域的 所以我大概只能把這個圖做出來 就想看看他呈現的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疾管署自己 因為我們在民間已經開始有各種不同的發想 但是因為我們民間畢竟是沒辦法直接接觸到政府內部 他比較有敏感的一些資訊 但是他如果說可以在政府內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產生比較大的效益 所以說疾管署後來也的確透過內部就是可能 那時候好像是一個替代役 那時候有城市的背景 他也願意幫這件事情做一些什麼 然後所以說疾管署後來有一個登革熱病例群聚地圖 他其實是最完整的 為什麼?因為他是直接從原始資料去處理 而不是像我們這種 我們在外部的資料他必須要經過各自的處理 就是我們要確保我們 就是說官部門他要公開資料的時候 他必須要確保個人的資料不會因此而被釋出 比如說你總不會希望說 你家有人是登革熱病例 但是主管機關卻把你家的資訊釋出 這當然是不好的 所以說在內部的人 他如果說因為職務的關係 他有辦法接觸到的時候 他其實能夠做的事情是最多的 那我們也只是說明天他可能帶出一些想法 然後最後在官方有一些想應 那我們後來發現說其實剛剛講的這一系列 其實就回到說我們一開始 就是剛剛提到我說我為什麼會關心到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那時候318開始 但318那個時間是一個抗爭 就是要針對服貌、血液的部分去抗爭 但抗爭的時候它是一個激情的過程 激情的過程你會發現說它是沒辦法撐很久的 它可能就大概一個月、兩個月 因為其實一般人對這種高強度的抗爭 其實很難長期猜疑 但是你如果說把它延伸出來 把它變成一個廣義的政治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你我的生活 就是說你我的生活 其實很多東西都跟政治其實相關 那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可能基於教育 或者基於各種觀念 我們一直覺得政治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可能比較 比較骯髒的 或者甚至會覺得它是另外一群人該關心 就是說可能是政治是家 可能是電視裡面那些人該去關心 不是我該關心 所以說過去基於教育 它會覺得這樣子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你只要用力的關心你的生活 它其實對於政治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想像 然後這邊還是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我們一直強調公平科技、公平科技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說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科技其實占的比例非常小 很多時候都發生在溝通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說那可能就是從衛生局 在網上可能到機關書或者生什麼 這其實很多關卡如果沒有打通 它其實那一個地圖 剛剛提到的那個登格樂地圖 它永遠就只是那個樣子 它只是一個被比較好看的 但是它沒有辦法產生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它今天有辦法 透過一個雛形 就是我製作一個雛形出來 然後我可以跟工部門做很好的溝通 它當作一個溝通的工具 之後再有工部門這邊是可能做比較好的嘗試 或者做一些延伸這樣子 你會發現這樣子產生的效益是最大的 而不是我們運用的什麼樣的科技這樣 然後當然就是你自己被火燒到的時候 你其實會比較有感覺 剛剛提到的作用 我如果不是因為我住在那個可能登格樂園區 也如果不是因為我身邊的人 親人有得到登格樂園 其實也許我可能也沒有這麼深刻的感覺 也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其實剛剛提到那些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在就是白天的工作之後 還想辦法可能熬夜 想辦法把它趕出來 為什麼那時候就覺得 會有那種恐慌 想做些什麼這樣子 當然 我剛剛講的這系列 它都是 大家感覺好像很水到取針 好像是說你做好了 好像就別人就會飲用 然後就會成功這樣子 但 你會發現說它其實 我這邊要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過程中 有做了非常多的嘗試 並不是只有這一個 但它只有這一個 最後會映入大家的眼裡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十本 這邊我在做另外一個嘗試 其實我們會後來發現說 登格樂園的病例裡面 大部分死亡的案例 都是發生在老人身上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透過人口統計裡面 去找出老人比較群聚的地方 然後站在老人比較群聚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後來發現說 這樣的想法 直覺的想法 其實有點天真 那現實的狀況就是說 你其實我們看到的人口統計資料 大部分是針對戶籍 那其實我想在做的 就有非常多的案例是 你其實戶籍不在新竹 但是因為你來新竹念書 所以你人在新竹 這個狀況其實實際狀況非常多 那你說常住人口的資訊 其實就是無法掌握的 當然我們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其實在營建署 營建署它有一份資料叫做 低度用電住宅資料 低度用電 它就是去統計說 OK你那一戶 可能每個月沒有用超過60度 它就沒有超過底度 底度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家只要把燈打開關上 可能那個月就會超過那個底度 只要你沒有超過那個底度 就表示它判斷你這個房子裡面 可能沒有住人 所以說它就是把這樣的資料 它有做統計 但是我們後來想要去接觸說 有沒有機會這個資料 因為它目前對外公開的 只有到好像鄉鎮市區撐起 那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機會讓它更小 比如說到最小統計區 或什麼樣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根據這份資料 做些什麼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他們 其實因為就 比如說一基於個資 或者什麼商業機密 他們就不願意釋出這樣的資料 那我們就會發現這邊也是卡住的 再來就是災害潛似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會發現說 在一些研究單位 它可能針對災害的部分 它有做一些推演 就是可能用運算方式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 資料是沒有釋出的 當然我們知道後來有釋出 所以有做一些事情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 大家沒辦法做什麼 再來就是公共管線 公共管線為什麼要去關心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想到說 其實你文字都是可能跟著水溝來的 跟著水溝來的時候 我們想說 我們的理想是想說 只要是有水溝的地方 也許就是可以去加強房子 或者甚至去探討說房子 缺不缺死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光是公共管線 就是光水溝的那個土質 其實在公部門 幾乎是殘缺不全的狀況 大概只有一些新的重劃區 它會有比較完整的公共管線資訊 但是其他地方大部分是沒有的 所以說這特別在台南這個 比較老的一個都市 它是比較沒辦法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後來發現說 這很多的賞識都是沒辦法的 再來就是違建 就是我們那時候還有去做一個判斷 就是說可能有些地方 它因為可能有多該 或什麼樣的 它可能會產生額外的漏洞 但這些資料也是沒有釋出 再來就是後來有 因為我製作的那個地圖之後 我有跟 雖然台南市政府這邊做一些合作 就是說可能我這邊可以提一些需求 他們那邊試著 說可不可以把這樣的資料整理出來給我 然後我再去算做一些發想 那時候就是針對噴藥的部分 噴藥其實 我們一般環境性的噴藥其實是常常在進行的 環境性的噴藥它可能就是 只在你家外面的水溝噴 但是燈個熱的噴藥不太一樣 就是當你的 你家或者你家附近鄰居 它可能有人得了燈個熱之後 它必須要在周遭 可能50公尺到100公尺範圍內 所有的房屋裡面 它要進到裡面去噴藥 所以說它其實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那時候就是講說 我其實人不在家 那怎麼辦 它就會輕索這樣直接破棉進去 把你家的全部都噴下去 那時候一開始用的噴藥 其實它的那個藥劑是比較濕的 比較潮濕比較黏 就是比較有些油性這樣 那就變成說 你這樣子進去噴完了一次之後 其實你家裡沒有整理的話 那個會感覺非常的髒亂 但是那時候沒辦法 就是說在這樣噴藥 它其實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在當下卻也沒辦法立刻解決 那我們有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提前讓噴藥的資訊被揭露 那噴藥的資訊揭露 它其實有一些任務的安排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說 這些東西都是靠人去判斷的 它並不是有一個 就是我們理想上 我們總覺得好像應該有一個很好的規劃 很好的規劃 根據規劃在走 但是其實第一線 全部靠人工在判斷 那人工在判斷 它就變成說 它只是前一晚上在決定 它有點在 就是說變成說 在依據可能前幾天的病例狀況 然後它就是安排那個區域 然後再來形成細節 就是說它只能畫一個區塊告訴我 我會在這個裡去噴藥 但是我沒辦法告訴你說我會怎麼走 就會發現說 我可能公告的範圍太大了 但實際上我只有噴裡面的一個小部分這樣 在現場狀況可能沒辦法接了 就是你第一線的人力 大家都已經投入到噴藥了 你大概也沒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 再來就是人力短權 因為那個時間點它的案例 就是那個熱病例的爆發速度太快了 過去從沒有發生過 造成說你其實第一線的人根本不夠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可能過去在疫情的防治上 並沒有過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其實在訓練上都是有缺乏 但我又做了另外一個嘗試 另外一個嘗試就是軌跡 就是說既然你沒辦法有很好的一個視線的規劃 那你是不是可以比如說你帶一個手機 帶一個手機去記錄你實際上噴藥的軌跡 那我們可以透過噴藥的軌跡去判斷說 它在噴藥可能涵蓋的狀況如何 或者說可能透過這樣子 我們可以做一些判斷 就是說它如果說病例還是持續要增長 那是不是它在朋友的範圍安排是有問題 但我們後來發現 這也是一個就tricky的 變成說低線它其實在剛開始講 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是抗拒的 為什麼它會覺得說 這東西是我自己本身 或是我的專業 為什麼你要來干涉我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設備誤差太大 就剛剛看到的那個地圖 你其實會發現說 比如說它那個在軌跡 就是比如說走動 因為它是用走路的方式 走路的方式的時候 它其實在你用手機 或者用行動設備 所收到的衛星訊號 它其實那種品質是有點差的 再來就是無法確認嘗試 就是它只是把那個設備帶著 它並沒有辦法說做很好的作法 再來就是三分之鐘 大家會發現說這樣的一個嘗試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概念 要做著嘗試的時候 其實一下子就覺得說 好像沒有用 就直接整個放棄了 而不是想辦法去改進它的流程 或什麼 畢竟在那個時間點的人力 都是非常不足的狀況 其實這第一線它會覺得困擾 我們大概也沒辦法說什麼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在台南有一個叫市長西鄉 或者是1999民眾服務電話 它就變成說民眾可以透過市長西鄉 或者1999民眾服務電話 通報說可能哪裡可能有 感覺有比較髒亂 有蚊子 它那時候有請市民幫忙通報 但是市民幫忙通報了之後 我剛才提到了 因為第一線全部都在噴藥 都忙著疫情的防治工作 所以說它在這個民眾通報的資料裡面 它其實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去處理 那我們就說請市政府這邊 看有沒有機會把這樣的資料釋出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偶爾的處理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做到說 想辦法讓它裡面的柱子 可以被轉成地底坐標 再加上說我們請民眾幫忙去取 當然 因為我們去用程式自動判斷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經過人工過濾的時候 其實在第一線 它可能拿到不確定的資訊 你看這可能是錯誤的資訊 不見的是好事 再來就是沒有一個狀態追蹤 就是我們 雖然我們把資料處理完了丟給它 但是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個別資料它被處理的狀況 所以說造成說它其實有點單向 單向的話就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說成效如何 就剛剛提到這個資料會不會不易 再來就是因為缺乏思綫裡面 這是當下想到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我們沒辦法經過練習就上線 而是說我們就想辦法讓第一線 可以用最經典的方式去帶出來 但是這樣的做法 大家可能在第一線 可能還沒辦法意識到說 這麼做有什麼好處 當然就是並不是每個故事都有完美的結局 所以說我們做了那麼多嘗試之後 它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那個人疫情它其實會開始下降的原因 只是因為天氣 因為天氣變冷 所以說它就疫情慢慢消失 並不 就是我們 我們後來就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就是發現說你花了那麼多時間 所以投入了那麼多人力 但你最後發現居然是因為天氣變冷 然後整個病例快速下滑 然後這整個狀況裡面就是這個死了209人 這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數字 而且這死的人裡面就在 就是算住在寧靜的區域 這樣其實感覺是蠻糟的 那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到底能不能從這些消失的生命中 學到的一些東西 畢竟說我們並不希望說 類似的情況一再發生 但會發現說其實 有些東西我們大概必須 沒辦法從外部裡面去看 然後我們大概也說想辦法 有沒有絕對走到裡面去 所以說在這一個事件過後 我後來進入了台南市政府 然後就想辦法 就是我那時候是約平人的身份 然後後來也去經濟部 後來再去時代力量 後來離開 所以說我後來發現說 從內部去看的時候 也許我過去在外部 一直以為在內部 可以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進入了內部之後發現到 它其實內部有非常多 其他問題需要解決 根本沒辦法專心做好我想做的事情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對各種的災害沒有準備 沒有任何的演練 就是說應該說我們即使有所謂的演習 有所謂的演練 但那幾個東西做的都太假了 就變成說 造成說我們到實際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現說 很多東西都沒有準備好 像之前台南206大肌症 或者像之前花蓮大肌症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發現說 我們在文件裡面都寫得很完美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在第一線 因為你緊張 因為你忙亂 或者甚至民眾各種的情緒化 你根本沒辦法照著那個SOP去做 再來就是跨單位的資訊去發連結 剛剛提到說 Denkerer的資料 其實由機關署來控制 然後到衛生局之間 它其實跨單位之間的資訊 如果可以很有效的連結的時候 其實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像剛剛提到的 然後室外噴藥其實是有環保局 然後室內噴藥其實是有衛生局 但你要知道 這兩個局 它彼此的資訊是沒有共享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你有沒有因應對方的做法 然後可以調整你自己的做法 這件事情 在工部門裡面一直是一個問號 再來就是太多繁榮的行政工作 我發現說 之前進入到市政府 或者進入到建築部也沒有 我發現說 很多很多的時間 你都花在PayPalwork PayPalwork就是 你必須要填各種表單 必須要完成公文流程 最後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跟我們在外面想的不太遠 然後再來就是 預算排期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不然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勢必要從 要播出預算來做 但是 你要播預算 你就會遇到說 它跟現有的業務 比如說 它可能 原本的錢是拿來蓋房子的 但是你說 想要把那筆錢拿來做 比如說 我們剛剛提到軟體的設計 其實是有點困難 所以說 在這樣一個狀況下 就很多 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到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不太容易做 那這邊就是要強調一點 科技並不是一個魔術 就是說 剛剛 大家可能會 都會覺得說 可能現在在談大數據 在談AI 但都會覺得說 它好像可以解決 很多我們生活上的問題 但是 從它這個技術的出現 一直到這個技術能夠解決問題 它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大部分的科技工具 是沒有辦法到最後一波的 那我後來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 在工部門裡面的經驗裡面 我們太過注重印尼建設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 很多的預算都被畫在可能鋪馬路 我要開一條新的路 我要蓋一個新的房子 但是我們發現說 這個房子裡面需要的軟體 或者是可能在那個路段需要的維護 一些成本都沒有被考量到進去 再來就是 提到說 很多的資料其實都是在政府內部 政府內部裡面 它其實比較缺乏那種可以處理大量資料 或者說處理比較 應該說它 比較缺乏我們業界的一些資訊 但這個東西就需要工部門裡面更多資料出來 當然比較理想的狀況就是更多有概念的人 但是你會發現說 剛剛提到的那些資訊技術 它其實在業界都會有比較好的一個 薪資條件 但是你如果說進到工部門裡面 它就是 工部門就是看年資 比如說OK 你就是菜娘 你就是只能拿到這個薪水 然後你就是想辦法熬個五年四年 拿到一個稍微好一點的薪水 但是那個你業界 就是說你可能程式的設計已經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那個東西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也不然說 在工部門的環境裡面 你很難吸引這樣有概念的人進去 那剛剛也提到說像機關署 它最後是那個有替代儀做 為什麼替代儀就是不是傳統的公務人員 它才有辦法有那樣的想法去做事 再來就是更多的嘗試 就剛剛提到的東西 就是你如果很多東西你沒有一個開始 它其實很難到達一個成熟可以使用的地步 當然 你會覺得說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些嘗試都有一點多餘 但是 你沒有那樣的嘗試 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這大概就是一個想法 當然 關鍵還是就是說 其實在公立科技這個領域 比如說我們會需要更多的人去參與 還是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 其實你如果不關心政治 就是說我剛剛講 講那麼多 它其實還是聚焦在說 其實政治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你如果不去關心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 很多事情都 嗯 變得很糟 就是說 你有時候突然 突然去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已經變那麼糟了 當然 我還有很多的失敗案例 就是說 並不是每一個做出來的作品 都最後可能就有人關注 或者說有新聞去報道這樣 那我想要聊一下 把G0B這個東西 G0B就是GOB 就是Government GOB把那個O改成零 那它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想辦法從零開始去思考這個政府 那它就是 所以它叫做臨時政府 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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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政府 那時候 其實在318的期間 這個臨時政府經常被 所以有些媒體就當作 臨時政府是那個 以前國民政府那個臨時 臨時出現的政府 就好像要推翻他們一樣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狀況 那在G0B裡面 有比較一個 常聽到的slogan就是說 不要問 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為什麼 你只要你是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做這個 就是你要去做 但是 因為沒有人是萬能的 所以你就是沒有人做 就是 這其實是一個 城市的一個地位邏輯 就是說你 其實你是 它會變成一個無限迴缺 然後臨時政府其實促成了很多的專案 當然我不確定說 在場的大家 是不是有關心過 哈哈可能就是 可能在把中央政府總移算的部分 把它做成視覺化的呈現 而不是說可能傳統 你必須要閱讀大量的paper 或者說 針對一些可能 議案的部分 就是像立法院 你發現說 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說 他可能用 很圖形化的方式 告訴你該做一些什麼樣的表達 以及像什麼 立委投票指南 議員投票指南 這些也許 可能 對我想說 對在場的各位 也許會有點遠 但是其實 你去參與到其中 你才會發現說 這個社會其實還有蠻多問題 需要我們去參與解決 然後我提到GME的 只是一個好處 就是說一群人其實大於一個人 剛剛提到的東西 如果說都只有我一個人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能力 它是有局限 那你如果說有機會是由一群人 一群人去產生 就也許會帶出一些什麼 那這比較好處 就是說 在GME裡面可能 他會有一個 類似聊天室 社團 Hackpack共筆 就是說他會有 比較多的協作 就是說在GME裡面 他不會在意 你是什麼身分 就是說不會在意 你可能是高中生 不會在意你可能是一個 退休的人 那你只要 你只要有意願 關心社會性的遺體 你就可以進到他裡面 去瞭解 當然最快的方式去Hackpack上面看 目前有什麼專案在進行中 剛剛老師提到說 可能有一些地圖的部分 其實在GME裡面 也許有類似的案子在進行中 或許有些結合的地方 那這邊還是要強調說 很多時候 就是說我們雖然講了 就是說 在那個人地圖的案例裡面 你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你做了一件事情 就會有非常多人的響應 那我後面就強調說 他其實很多的 我所做過的作品 或者其他人所做過的作品 大部分是沒有被看到的 沒有被看到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被看到的狀況下 你很多時候還是得自己 一個人走下去 就是說你必須要Push自己 說OK 你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就想辦法 要把自己Push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才有機會被看到 然後再來 再回頭的講 就是說其實 公民的意識 他可能會比科技這件事情重要 那我會發現說 其實在參與了那麼多之後 會覺得說 嗯 我們是不是太 過去 應該說也有過去是在技術領域 我們過去都會太過於 強調科技這件事情 但其實在公民這個領域 其實我們所認識的不深 會發現說 會不會問題出現在這裡 然後所以呢 所以呢所以呢 所以我就是今年我會去試著去參選議員 參選議員的方式 其實我2014就有參選過 但是大概也沒人提過 2018大概你也不知道這些 那我參選的用意其實很單純 就是我知道我所剛剛提到的那些東西 我要去跟一個議員解釋 我要去跟一個公部門解釋的時候 他其實很難聽懂我在說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我想要做的事情 他大部分的情況下 他是不可能理解 也不可能想要幫我實現 因為我可能不是什麼大財團 或者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是說我可能不是一個地方上 有影響力的 當然我總覺得有些東西 可能一般民眾比較關心的東西 在不管是民意代表的部分 不管是在政府部門的部分 他們其實比較不容易去理解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如果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把那個概念去實現 那還是會到居民那句話 就是說當我覺得好像在 可能民意代表著這個領域裡面 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是不是該做做看 那我就跳出來試試看 所以就在 我大概有幾個概念 就是說我會覺得科技為先的 當然我剛剛一直強調說科技不是重點 但是它需要有一些新的方法的嘗試 而不是說一直均一在 就是傳統你要用紙筆寫表單的方式 這樣的一個方式我覺得太沒效率 但是我們雖然沒效率 但是要去改變它需要非常多的力量 我覺得從在民意代表這邊 會有一些機會去push 再來就是開放透明 你會發現如果你有去關心過議會裡面 它決定各種議案 就是說議會大概就是決定了每個縣市 就是它可能各種公共預算的主要的單位 那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它都是一個表演過程 你能夠看得到的都是一個表演過程 你根本不知道說它實際上是怎麼樣討論 就是說還是根本真的都沒有討論 就直接就讓各種案子過 像之前有人提到說好像都要描力還是哪幾個縣市 就是長期都沒有再刪減預算 沒有刪減預算 沒有刪減預算 表示說它到底有沒有看過那些預算內容 再來就是強化軟體 就是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的政治 我們目前的政府 目前的政治太過於強調說 要有一個議題建設 有議題建設 我才有機會去減產 才有機會上鏡頭 但是我如果把那些錢都花在一些軟體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這個曝光的過程 那就是如果有機會 就可以去議員投票指南網站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QA的時間 然後你這一個QR Code 就是我剛剛整個過程的投影片 你只要用手機上描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也剛好有30分 好 非常感謝詹君森的這個演講 在同學開始提問問題之前 等一下我會點名 三位同學來提問問題 我先預告一下是誰 徐庭安 你在嗎 在話請舉手 徐庭安在嗎 學號 061268 在問題就很嚴重 尷尬啦 尷尬啦 被選去做麵包 學號 21268 製人家在堂口 不貫可菜嗎 有一點 去做麵包 大飯炸 在選去做麵包 小人家在做麵包 這位有一點 全都拿到去 塗麵包 火一下 再來 潘柏君 吳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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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y aming 咳豬 蜂珂 張家豢 檢名 張家豪 提供 好 開燈 痾 明明 République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交大跟國防大學的合作案 那間的公聽會 有去參加的同學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我看直播 你有看直播 OK 那有看直播或者是我參加的同學可以舉手讓我知道一下嗎 是 好 謝謝 這個 關心政治就是關心生活 那我想這個關心校園就是關心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權益 我想這樣表達應該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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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有一點校園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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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任務是在監督地方政府 但是你卻會發現沒有人在監督議會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說如果要去避免就是 拜託各位有空去看一下他們的那個決策過程 他也許是故障無聊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議會所決定的東西影響你生活周遭 比如說他可以決定哪一條路要撲 哪一條路不撲 但是你會發現你家門前的那條路永遠是破碎的 就是騎起來很不舒服 但是為什麼有些路就是一直在破 為什麼 因為就是議會決定 然後再加上說有些可能在 預算開始的部分 像剛剛提到的登革熱的預算 登革熱會爆發 那其實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說 他過去的那種預防 就是預防登革熱的一些朋友的預算被刪減了 造成說他後續可能爆發 當然這有點陰謀論 就是說你很難去確認他的觀念 但你如果有去關心的話 也許可以在第一時間點 就避免 比如說我們預防證明治療 你如果在第一時間點 議會要刪這個預算的時候 民眾站出來去抗議 說你這個預算不能刪 為什麼那個登革熱會死很多人 但如果說有人這樣子關心 或許就不會真的發生死那麼多人 或者說甚至像地震 這關鍵在於說 目前你很難透過去立一個法 說你議會不會這樣 因為為什麼要去監督議會的人 是一般民眾 就是你我 你我如果不去監督這個議會的話 其實議會就是整個都是像黑箱一樣 這樣其實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其實目前的議會它都有所謂的議事錄會公開 但是議事錄怎麼公開 有時候公開 半年後 就是我今天開完會 半年後我才給你 半年後我才告訴你說 我可能出席怎樣 但你其實你看到的時候 你已經無法改變一些什麼 那在台北或新北 可能公民意識比較強烈的地方 它其實也要求說 你議事錄應該是在 比如說你開完會 一個禮拜 你就該出來 或者說你在議會討論的那些議案 你應該是提前 像在台南你就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從網路上下載的資料 我去看 看了對比 那個在議會裡面 他們在實際上 他們在問的一些問題 發現說 怎麼業術都不對 我才發現說 原來網路上的資料是舊的 但是議員手上拿到的資料是新的 為什麼民眾拿到的都是舊的資料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 你如果不透過開放 就是你不去爭取它開放 你不去爭取它透明的時候 它永遠不會開 為什麼 你不知道我最好做事啊 就是說整個都是黑箱的狀況下 裡面我愛怎麼做就這麼做 但是我一旦打開來 我就要對你負責 就是說OK 你今天你出席你有沒有到 再加上說你在議會裡面 你到底給這一個案子 什麼樣的意見 還是你就直接 蓋個章給它過了 這種明明影響可能是數十億的案子 你卻很簡單都沒有討論過 你就讓它過了 這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要求它開放 沒有要求它透明的時候 其實你永遠不知道它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 還是必須要透過民眾去關心啊 你如果說民眾說 沒有去要求議會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好比說我們可能 該怎麼決定 就是說很多時候你會發現說 如果整個都是關閉的狀況 就是說我可以做 就是說對議員來講 我不開放 我都最好做事的狀況下 但是你就因為不開放 所以說他做了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 或者甚至已經影響到你的利益的時候 你還是要想辦法說有沒有機會去爭取 這都要靠各地方 像現在其實我剛剛就提到台北、新北 他就是因為在很多民眾的要求下 他把各種議事錄的時間縮短 把那種可能整個議事的過程 或者說他整個會議紀錄都是公開的 他才有辦法去評估說 這個議員到底跟這個案子有什麼樣的關聯 阿姨說有沒有利益關係 這樣子 謝謝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聽起來很複雜 這樣子 嗯 家好 你看到大聲一點 我聽不到 這樣 不知道 我幫你 可以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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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當初我九州調入最開始的想法 只是說我想要去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主要是從太陽好學運那個時間點 其實那個時間點也剛好是我有第一個孩子 就是說我跟老婆生小孩 那時候開始在懷孕的過程中 我開始在想說 我現在如果不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未來我的孩子必須要做 就是說因為這種東西的權益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去爭取 就是接下來就是你的孩子要繼續受苦受難 所以在那樣的過程中 就想說要去做一些嘗試 當然 我進入到體制內 比如說在台南市政府 在經濟部 甚至後來到時代力量 這樣子走一圈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你沒有實際上去參與到第一線的那個地方 就是說可能不想辦法走進議會 你其實很難改變那個地方的生態 就是說你只是在外面喊 剛剛一直提到強調一點 你如果希望議會改變 你沒有一直去爭取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不會有任何改變 就是不要說你眼前的生活 大概就只能因為是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說 議會他所在意的東西 跟民眾所在意的東西 差得越來越遠 但是差得越來越遠的時候 你要拉進最快的方式 就是你自己跳進去裡面 當然跳進去裡面 一定不是那麼容易的 當然就想說有沒有機會 做一些更多的嘗試 然後我們也想說 比如說我們自己熟悉的東西 有沒有機會在這個領域去做運用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在剛剛提及的很多的議題裡面 很多議題的時候 選擇用地圖的方式去呈現 或者用地圖的方式去表達它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有沒有什麼樣的議題是 發現說不適合用地圖 地圖來去呈現 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其實目前看起來就是 地圖就是跟地理有關的資訊 大部分的還是會比較傾向說 透過地圖去呈現 而不是說 因為目前的官方大部分都是用 表列的方式 就告訴你說什麼理 或者說什麼地號 但是一般民眾其實很難 透過那個文字就聯想到那個地理空間 那你說什麼樣的資料不適合 其實就是 它可能是時間序列 就是非常多的資料 就是說你很難在 比如說 我剛剛 你剛剛看到那個地圖 它只有單一數據 就是病例人數 但是如果今天它複雜一點 比如說 我要看的是空氣品質的資料 空氣品質的資料 可能就有PN2.5 可能就有二氧化硫 可能就會有臭氧之類的數據 你在多種數據呈現的時候 你希望搬到一個地圖上呈現 就會變得很複雜 就是說 我不能夠在一個地圖裡面 塞下大量的資訊 大量的資訊 最後就是 它已經 失去了我原本希望 簡化資訊的目的 所以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最後還是選擇 用統計圖的方式呈現 而不是去把它全部都標在地圖上 因為標在地圖上 看起來會有點痛啊 好 好 不曉得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出來的 假設你有問題想問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在現場提出來 你可以把它寫在圍繪欄上面 那在課程結束之前 我想要再提起一件事情 是我們下個禮拜的課程 是A班的同學 A班的同學在這裡上課 B班的同學是下下下禮拜上課 這課的內容就是我們用QGIS 來繪製登革熱的地圖 所以下禮拜一般的同學就會學會這件事情 OK 好 同學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問題 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 再用最後用最後的版本來 謝謝鄭先生今天 謝謝鄭先生今天 謝謝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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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鄭先生